《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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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呢 對於這個 顯教跟密教 還有其他種種的宗派 有人問我 對這個顯密啊 跟所有的宗派 有什麼的看法 我是這樣子認為 顯教跟密教 是 一個圓圈 也就是圓農的 是完全是一個圓農的 那麼對於每一個宗派 我認為是 宗宗平等 每一個宗啊 多平等 因為各有特色 每一個宗啊 各有特色 宗宗平等 我們對於啊 佛教裡面的 所有的宗派 都應該要尊重 要尊重 宗宗平等 各有特色 宗宗平等 因為都是佛所說 都是如來所說的 其實每一個宗派啊 都是從這個 釋迦摩尼佛的經典當中啊 起出其中的一部分的要益 來發揚的 所以應該講起來 既然是一個佛陀 釋迦摩尼佛佛陀的一個傳承啊 所以講起來都是平等的 沒有什麼分別 釋迦摩尼佛說法 那麼多人 那麼他的經典 也都各有特色 我們從特色裡面啊 去體會這個佛法的要益 這是一個重點 所以都要尊敬 都要尊重 都要尊重 那麼顯教跟密教啊 我不是講了嗎 顯啊 好像是在教室上課 是禮的 偏重於禮 那麼密教好像就是在實驗室 是實驗的 偏重於實驗 實際 那麼這樣子呢 也就是禮跟釋了 一個是屬於理論上的 一個是實際上去修行的 我們本身來講起來 作為一個佛的弟子 一定要顯密 要嚴濃的 因為我們理論也要懂啊 因為理論懂啊 你才能夠實際上去做啊 那麼從做當中啊 又會產生新的理論 從理論當中啊 又會得到實驗的一種效果 這個兩個啊 是不可以分開的 所以是顯跟密啊 必須要完全嚴濃 事實上啊 在我們征活密法裡面的修行 很多啊 都是密中有顯 那麼顯中也一樣有密的 顯密啊 就是一種嚴濃 那麼也有人問我啊 這個修顯教啊 密教啊 應該怎麼 應該要怎麼樣子修 在密教的祖師啊 這個中卡巴 曾經講過 一般來講 一般來講 要成就一個真正的上師啊 他修顯啊 修顯教 斜禮啊 斜這個佛禮啊 要十二年 那麼修密啊 要八年 要足足要有二十年的功夫 二十年的功夫 我們也可以先修顯教啊 先修顯法 把一些佛教的理論 通通通能夠融會貫通 以後呢 再來實修密法 再來實修密法 這個都是很重要的 那麼啊 剛才啊 我們談到這個禅宗啊 跟這個密教啊 還有淨土宗 在我的眼睛裡面看啊 以禅宗最難 禅宗最難 以淨土宗最容易 淨土宗最易 那麼以這個密教啊 應該講起來是在中間 所以我們今天啊 選擇修行啊 用真佛密法啊 來修 是踩中道的 我們不取最困難的 也不取最容易的 我們是走在中間的 剛好符合這個 斯加摩尼佛的 這個中道的這個思想 任何一個宗教啊 任何一個宗教啊 任何一個宗教 在我的眼中看起來 都是一種層次 一種層次的問題 也就是說 你這個層次到某一個地點 你這個層次到哪裡 完完全全是層次的問題 所以有在這個中中之間啊 當然也互相會有這個攻擊啊 會有一些毀謗啊 產生出來 不過這個 你假如是在一個 修行境界很高的人 的眼中看起來 應該講起來 這是一個層次的問題 這個都不成問題的 但是你假如要研究這個 宗教的這個理論啊 跟宗教修行本身的方法的話 你可以提出來 做一種理論 跟修行方法的一種 深入的一種研究 但是不應該去毀謗 在佛教的本身的牽制裡面 不應該有毀謗 還有跟其他宗教之間啊 也不應該有毀謗 都是一種層次的問題 所以這個我們以做邪問啊 做一種邪問的這個心情啊 來研究這一種宗教 應該講起來 你就可以了解 大學時候啊 大學時代你所邪的 微積分啊 解析幾何啊 空間解析幾何啊 你邪的 你說讀幼稚園的 絕對不懂的 但是讀幼稚園的 也不能毀謗這個微積分啊 解析幾何啊 幼稚園當然不懂嘛 但是你假如是說 你學過微積分啊 解析幾何啊 你也不能來批評那個三角啊 也不能批評幾何啊 也不能批評方程式啊 也不能批評 因為這是一種層次嘛 一種層次的問題 當你修行到境界很高的時候啊 你看待其他的宗教 你就發覺 那是一種層次 所以我們啊 還是講一句話 對於我們征活密教 不知道的 不知道的 就不要妄加批評 因為你的層次還沒有到那裡 所以不可以批評 假如你已經了解了 了解了征活密教了 你可以去實修 或者是提出你這個 好像是說 嗯 對於理論 對於實修方法的種種研究 這個是可以的 所以我認為我們修行人 必須要顯密言農 中中平等 沒有分別 同樣的對所有的宗派 通通要尊敬 要尊崇 今天就談到這裡 恩馬尼佩命 恩 恩